今天我们要进一步的讨论 什么时候要动词加上ing变成形容词 而什么时候要用动词加上ed 相信很多人都有学过这样的一个错误规则 这个规则就是 如果加上ed 形容词就要用于人 而如果加上ing 这个形容词就要用于事物 因此我们可以说 I am interested This thing is interesting 我可以想象这个错误观念应该是一开始 来自于要学interested跟interesting 与excited,exciting这些基本的表达的字会 是老师们所想到的一个很快速的教学方式 即便他可以快速的让我们在考试上面判断 什么时候要用interesting 什么时候要用interested 实际上这样的规则的用法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而且时常可以让大家做错误的选择 我们很快的可以看到人也可以是interesting 我可以说I am interesting 也可以说I am interested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关系 而我们拿annoy这个字好了 上个礼拜我们有讨论到一个人可以同时是annoyed被烦到 也可以是annoying很烦人的 这个字我们也同样的可以套用在事物 譬如说网路上面有一个小朋友很喜欢的一系列影片 叫做annoying orange 在这里橘子被你人化了 而它可以到处的去烦人 那些所有其他被他烦的水果就会变成很annoyed 所以举例来说我们会有annoyed apples 确实annoy这个字如果不用你人化 我们就不能够把它用在事物上 到最后是否能够用在事物或者是人上面 都要看字本身的意思 有一些跟情感比较有关系的字 我们自然就不能用在事物上 但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记得 语言是非常活化的它很灵活 我们时常可以去打破这些所谓的规则 来创造更有趣的一些表达方式 那我们要如何去了解ed或者是ing呢 第一个我们需要先了解动词的主动与被动 在Square One我的英文基础课程里 就有其中的一课是在规则系列 它是关于主动与被动 也就是active voice跟passive voice 我们要先了解这个观念 才能够知道什么时候要加ed 什么时候要加ing 简单来说每一个形容词都会形容名词 这是在Square One英文基础课程里的单字系列 我们有提到的一个概念 而当一个形容词有ing的时候 它指的是所形容的名词会去影响他人 而当我们加上ed的时候 这代表所形容的名词是被影响的 就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当我说 This is a refreshing drink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refreshing有ing 这代表着我们所要形容的名词就是饮料 饮料会去影响他人 而它影响他人的方式就是让他人觉得更refreshed 它会去refresh别人 会让他们感觉到好像焕然一新 反过来讲如果我说 a refreshed room 这个房间是受到了refresh这个动作所影响 因此我们知道这个房间就好像新的一样 它也许被重新装潢过了 在我所举的这两个例子里 我们都是用事物而不是用人 我们因此可以再次印证 我们所要做的选择都不是关乎于人或者是事物 而是关乎于这个形容词与它所形容的名词之间的关系 到底是什么 如果今天所讨论的观念有一些复杂 欢迎大家加入我的Square One基础英文课程 从了解主动与被动开始 再回来这一刻复习 也会有更完整的概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